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巨大的身影 赫人是一名肥的 若是肉山一般的相扑 他的口中怒吼连连 但是其双肩却被面色冷漠的胡华豪死死捏住 浑身上下都使不出半点力道来 然后整个庞大的身躯都被胡华豪发力 往这旁边的长条青石的棱角上撞了上去 一瞬间 令人心悸的骨折声就传了出来 相扑回身上下虽然有着厚厚的脂肪作为缓冲 但是胡华豪的这一摔 乃是将他的基柱对准了石楞 那是猛烈的撞击了上去 其庞大的身躯 立即就反向对折出了一个夸张的顿角 而那个相扑刚刚张嘴惨叫 那凄厉无比的鲜血就夺口而出 喷出了持续沟 然而吧 因为胡华豪没有使用技能的关系 麻痹对手的时间也不够 这一头重伤的相扑竟然是能够在如此重创的刹那 右脚横扫而出 将措手不及的老胡勾跌地失去了平衡 巨大的手臂重重地由上至下 斩了下来 咚的一声 砍在了老胡的背上 这一击当真是非同小可 胡华豪魁梧的身躯竟然被直接打飞了出去 背脊撞在了一种花园的围墙上 而那个墙壁顿时晃起来 恍然倒塌 老胡呢 却是那种越挫越勇的男人 他狂吼了一声 连嘴角清出来的血都没有擦 直接又扑了回去 也亏得方才受了这一击的是胡华豪啊 他这体力高达五十一点 自身的防御力也是相当变态 这才能够吐两口血都没事 而那个巨肥的相扑呢 还是丝毫不惧 喉咙里似野后一般滴好了半身 蹲成马步 将着重心放低 粗大的双臂一扬 并正面迎上了若装甲车一般突击而来的胡华豪那狂暴的冲击了 两头人形野兽的激烈碰撞 竟然连地面都在坐着微微的颤抖 那个巨型相扑的力量本来就足以与胡华豪所抗好 但是其腰部事先受到了重创 如此猛烈的冲击 立即令伤处是伤势加剧 他惨叫了一声手上的尽力大泄 再次被胡华豪沉声 一下子举了起来 重重地再次衰落 这一次则是清脆的骨折声响了起来 这个巨大相扑 双目因为剧烈的疼痛瞪大了眼睛 就在惨叫即将出口的时候 胡华豪又在骤然间残忍的一脚 就踏在了相扑的咽喉上 可怕的喉骨碎裂声响起 而那个相扑呢 双手是条件反射地抬起来 死死地捏住了两个血肉模糊的深洞 两个人玄技得到了提示 你杀死了巨型相扑 鸿门对你的好感度增加一千点 纯丽念得惊异地望了这边一眼 而这个相扑 头扎着双脊 腰间围着黑色的兜当布 显然已经是前头的机位了 他的心中自愁 也不能在一个照面间 接连破招将这名相扑给杀死的 但是这个男人却是以利破利 手段是凶暴狂烈 更加是残忍果决 着实令人震惊不已 若是论群战当中的搏杀呀 混战呢 那么大范围攻击的格林 自然是所向披靡了 但若是这等小boss级别的单打独斗 实在还是这个精通尽身衰迹的 活滑豪占优的 毕竟这才是他的强项 他的地盘了 我的地盘我说了算 但是在外围游走的那十余名 鸿门中人就没那么好运了 剩余的两名相扑 是活活撞死了四个人之后 甩着脑袋上的心血内脏 就壮弱恶鬼一般的往扑了过来 凭心而论 此时能够随在李培基身边的 乃是美国鸿门那边 调集过来的一等一的好手 枪法娴熟 激进干练 都是从街头上混战的 湿山血海里 提着砍刀砍出来的 只不过 他们所面对的 已经不能算作是人了 这简直就是怪物 子弹打在这三头可怕的 肥人的脂肪上 只是深深的凹陷进去 紧接着又被挤弹出来 而且一旦冲进的话 举手投足间 就会令这些鸿门的精英 血肉横飞 骨折金端 老子 这个时候 格林与汉木生 及时的出手了 阻止了两名可怕的相扑 只是他们两人 此时的作用 则完全就比不上 要知道 相扑的威力 与恐龙快打当中的肥男 是完全不同的 职业相扑手 必须是体型高人 这些可怕的家伙 不仅仅是具备着 强悍的体格 彪悍的防御力 更是精通技巧 进退攻守 共分为 推 摔 捉 拉 闪 按 使 绊 这八大妖诀 每一诀 都能演化出 强横的杀招来 格林的武器 虽然是类力无比 但是却要提防一击之下 一旦是杀不死这个相扑 却会被这个巨力怪物 尽身反扑了过来 而那个时候 就会异常麻烦了 毕竟 如今身处危地 郑主爱德蒙本田 还尚未现身 他还是不能不留下 两分力 来关注一下四周的动静 而他的搭档 汉墨生 则在怒吼连连的相扑周身 游走递招着 看似是悠闲无比 其实是更加凶险 这个相扑的身体 明显吓蹲着 重心十分的沉稳 像咽喉 眼睛等要害防守的是 无比严密 一双大手 无助地捞着 拨着 相当的迅捷 汉墨生纵然刺他十刀 也未必能够令其失去战斗力 但是 他只要被这相扑 给捞到一下 但连绵不绝的后招 就会袭来 就是不死 也在被打个半残 这个时候 方民与胡华豪联手 再次轻易地解决掉 剩余的那名相扑手 因为要避免借机偷袭的嫌疑 格林与汉墨生 不出声的话 两个人便不主动过去 杀死了两名相扑以后 虽然未曾掉落药池 但是鸿门的好感度 却猛然间增加了两千点 这呢 这也算是一个 不错的意外的大收获 而春丽在这个时候 却皱起了眉头 他已经大步 向着前方的一处宽阔的房屋 走了过去 屋门打开以后 可见 在里面正冒出了一股白气来 而地面上镶嵌的是 蓝白相间的瓷砖 一个巨大的汤匙当中 正热气腾腾的 而在宽阔的水中 有一个人正全身 亲没在了 充满了硫磺味道的热水当中 在露出水面的脸上 那肌肉扭曲着 似乎正在受着莫大的痛楚 他见到了春丽进来之后 那个人忽然间 如是重负的 长长出了一口气 哗啦一声 从水中 从水中站了出来 这个时候 大家都吃了一惊 原来 这个人 露在水面上的头部 并不算大 但是站起来之后 那个庞大肥瘦的身躯 立即 立即 完全占据了整个空间 就连这汤匙当中的水位 也助人下降了一半多的 这个人 其宽脸上 以油彩 绘制出了两道 上窄下宽的脸谱 腰上围的兜当布 却是天蓝色的 浑身上下的脂肪 虽然堆积的颇厚 但是 还是有着相当明显的 粗壮的肌肉的轮廓 他身上的这种打扮 在相扑当中 乃是横钢的特殊待遇 这个人 正是日本第一项铺首 爱德蒙本田 你们 这些该死的交伙 爱德蒙本田的声音 相当的低沉 并且充满了有节奏的断絮 竟然 趁我浸泡神水的时候 好喜 因为相扑过度肥胖的体型 所以 他们的寿命 通常都颇为的短暂 因此 相扑为了减轻心脏的负担 通常都喜欢 浸泡在温泉当中 来减轻体重 对于心脏的负担 而本田家与春日神宫的关系 至为的密切 所以 爱德蒙本田 就要定期的 浸泡春日神宫当中的神水 来强化自己的实力 修复对身体的损伤 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呢 才不能够及时出现 指挥手下 抵御离鬼社的偷袭了 春日呢 也不都说话 略一助跑 便冲上前去 一个前空翻之后 充满力度的修成双腿 伸得比直 看起来是既性感 又充满了爆炸力 就这么着 呈现了一字形的 头下脚上 急速的旋转着 转了起来 带着强劲的风声 将周围的树叶 都吹得哗哗作响 而这呢 就是他的绝技 飞鸟 回旋梯 这两名同为 泰国将军 维家 所看好的 格斗高手 就在这一刻 展开了 一场激烈的对决 方民看了急眼 打得火热的 两名剧情人物 见他们一时之间 也分不出胜负来 暗地里 踢了这胡华豪一脚 便示意他 跟着自己 胡华豪一看 大怒 正想举手打人呢 突然间醒悟过来 便半声不吭的 乖乖的跟着方民走了 方民 与胡华豪这一走 那倒是轻松潇洒 旁人有的 还没留意到 但是格林 却尽收眼底 他呀 焦急无比 几乎要喷出怀了 偏偏此时 这汉莫声 又显现出了颓势 现在支持不住 毫无圣机了 方民 引着这胡华豪 竟直向着本田家的 中心区域 冲了过去 私下里 现在是一片混乱 到处都是尸体 黑色的烟雾 纷纷声腾而起 橘红色的火焰 也在贪婪地吞斥着房屋 两个人 在行进寻找间 或是受到了散兵的袭击 方林就直接一枪一个 轻描淡写的解决了 而鸿门的人看到 他们别在胸口的徽章 都是礼貌的退让 此时 两个人的前方忽然间 枪声大作 却是十一年本田家的护卫 簇拥着一单一女 两个人在鸿门的追击之下 是且战且逃 这群人呢 即将冲过来的时候 分成了两组 一组保护男人 一组保护女人 分别向着左右两方 不停地逃窜着 方林也显然未料到 会突然间出现这种变故 一正之下 立即说道 拦向女人那一众 胡华豪有些不解地 忘了他一眼 不过 他还是忽然间将双手 举过头顶 猛然间对着地面的 拍了下去 地雷劲 保护女人那一组人员呢 立即就像是喝醉了酒一般 东倒西歪的 那个女人的年纪 约摸着五十上下 中招一口 更是不慎 尖叫了一声 一屁股都热 就原地摔倒 立即就痛苦呻吟了起来 方林举起了银枪 从容不迫地依次点杀了警卫 口中却是淡淡地说道 本田家知道所有秘密的本田有乐斋 已经死亡了 从他几近八十还死死把住家主位置 不放来看 这是一个权力欲望非常强烈的人 这种人 一定不会轻易地将家族的秘密透露出来 而在日本 女性的地位十分地低下 不会令这个老头子感到威胁 所以这个女人 要知道本田家内部的一些秘密的可能 要远远大于那个逃跑的男人 方林就这样轻描淡写地一边说着 一边将那七八名普通的警卫全部杀死 走到了那个竭力保持镇定的慌乱女人的面前 冷漠地将手掌附在了她的头上 强力磨眉术 发动 十数人精神力四十九点 瘦数人精神力十九 两者实力对比一比零点一八 强力磨眉术成功率 百分之九十五点三六 吸取记忆当中 记忆碎片剥离中 吸取成功 瘦数人已经被成功魅惑 方林的心中暗暗的一惊 这个女人的精神竟然达到了十九点之高 这就说明 她绝非常忍 若是采取常规手段盘问逼迫的话 只怕当真的 难以从她的嘴中掏出什么有用的东西来的 记忆碎片 徐徐地涌了过来 方林微闭着眼睛 搜索了一会儿 确定了本田家保险柜的位置 便吩咐着说道 喂 盒子 你知道街头霸王大赛的邀请函放在哪儿吗 盒子呢 神情呆滞 缓缓地摇了摇头 方林想了一想 说道 那 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东西 盒子点点头 方林盯住她说道 所以说 你是在什么情况下见到的